2013年初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GTV演播道厅里 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 正沉浸在虚拟世界的赛场上 他们来自于全国各地 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经历 共同的爱好 让他们一起生活在现实和虚拟之中 在他们的世界里 打游戏变成了工作 是生活的宝藏 他们正在进行的比赛项目叫做穿越火线 简称CM 这是一款第一人称的射击类网络游戏 在游戏中 正义的一方叫做宝贵游戏 他们要与代表邪恶势力的潜伏者进行战斗 每队各五人 歼灭敌人 或者提前完成任务的一队就是胜利者 他在考验个人实力的同时 更多的是强调队员间的相互协作和默契配合 玛丽的名字 很容易让人想起曾经风靡全世界的一款游戏 作为CF游戏圈成名很早的玩家 游戏迷和他的朋友 更习惯称呼他在CF游戏中的名字 白沙 白沙的家乡在江苏省延城市的滨海县 这里最著名的特产是白手屋和小鸣鱼 每年春节放假 白沙都会和朋友们聚会 地点一般都选在安静的西餐厅 当年一起玩游戏的大公鸡 大老鹰 大熊猫和大土狗 并没有像白沙一样做了职业电竞运动员 在难得的假期里 大家更愿意把手里的鼠标换成扑克牌去打发时间 在CF游戏圈中 白沙算是最早的意识派掌门人 所谓意识派 其实就是在竞技中 更喜欢用冷静的思考和细腻的战术去脱垮敌人 也就是对手口中念叨的 不求打死你 但求烦死你的那种类型 白沙的父母最初并不同意他选择这样的工作 像大多数家长一样 认为所谓的电子经济 不过就是冠冕堂皇的不务正业 好在家里还有大他两岁的姐姐一直在支持他 因为年轻满岁他还不大 现在不闯一闯什么时候呢 过个几年岁数大了 倒有这样那样的负担 因为常年在外地训练和比赛 白沙很少在家里住 卧室的陈设很简单 最常用的就是游戏人物的抱枕 以及几个不同用途的电脑主机箱 冠军奖杯都陈列在俱乐部 留在家里的都不是冠军杯 而是用来安慰父母的道具 现在爸爸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他身体 胃不好 因为吃饭不定时 然后夜里有时候一夜 他老不睡什么的 有时候这样那样 就是身体很好 2011年末 春日火线游戏成立了职业联盟 同时从2012年开始 每年举办两季电视职业联赛 玩家们经过全国海选 成绩最好的八支队伍进入职业联盟 电视联赛让三罗在全国各个网吧里的业余玩家和战队 有了一个公开的比赛平台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 做职业选手的苦与甜 让他们从一个普通的玩家 变成一个运动员 同时呢 电视联赛我觉得 也让整个行业对游戏 或者说对电竞行业 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就是从传统的这种娱乐 消遣休闲 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种体育赛事 职业化之前 大部分业余比赛比游戏本身 更加具有游戏的特质 选手们可以任意去各处打散工赚钱 没有制度和合同的约束 有些选手甚至在比赛期间 就跳槽到薪水更高的俱乐部效力 或者随意退出正在进行中的比赛 职业化的实行 在保障俱乐部正常运营的情况下 也为选手们提供了稳定可观的收入 抛开奖金和商家的赞助 他们每年的固定工资 大概在六万元左右 因为现在咱们这边 就是关于职业选手来说的话 它是有一定 就是对选手是有一定限制的了 你看就像不得向外部组织 媒体和个人 透露本俱乐部的内部情况 信息训练和比赛安排 合同期内 不得在未经俱乐部批准的情况下 代表其他俱乐部 或以个人名义参加比赛 这些都是对他们的一些约束 在现代电视技术的包装下 这些习惯了自由散漫的游戏爱好者们 被包装成一个个引人注目的体育明星 也许在他人看来 他们只是一群爱玩游戏的年轻人 最多就是在游戏中战胜别人的几率比较大而已 但是就像我们所熟悉的 很多体育界的巨星 也是通过职业的体育赛事 才变成众人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华丽的包装 也是体育比赛进入到产业化阶段的必然行为 在电视和其他媒体手段的曝光中 这些电子经济选手们 也不得不改变以往不修蝙蝠的形象 开始西装革履 开始拥有自己专属的代号 开始接受粉丝的崇拜 电视联赛打到今天已经是第三赛季了 进入到最后决赛的八个队 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又不是他 就是你 很难很难有一些人心生力点 就是说不知道的 或者说一些小孩或者说进来 这一帮都是感觉都是已经站在金字塔顶尖了 就是基本上而且是固定住了 就下面的人很难很难说能把我们顶掉 职业联盟电视联赛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划分了游戏 普通玩家和电竞选手 职业选手的一个区分 他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树立了一道门槛 而是告诉大家这两者是不同的 就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想的更多的是未来的发展 是他以后的空间会是怎么样的 他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完成他的梦想 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只是说我心情得到放松 我的生活有了充实 然后能够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 可能他们想的只是这些 巨大的游戏受众群支撑着开发商们的巨额投入 使得现代游戏的画面更加精致 音效更加逼真 其实在游戏迷和开发商之间 电子游戏只是一个相互成全的媒介 虽然当下的电子游戏总量无据可靠 但是至少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肯定的 穿越火线游戏 同时在线人数的最高值是600万 而真正属于职业联盟注册的电竞运动员 只有60人 2012年第一级联赛 白沙作为队长 率领队伍取得了第一个职业比赛的冠军 丰厚的奖金 巨大的成就感 加上广阔的市场前景 让白沙产生了扎根在职业电竞圈的想法 特别享受那种感觉吧 就是在台下 很多人在为你换户 怎么样怎么样 当时就想 是自己成为一个职业选手 这是职业选手才会有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老的一个训练室 但是现在都没人了 我们的训练室还是蛮简单的 但是唯一说一眼能看出来就是我们的舞台电脑 因为这个是我们电子经济的一个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吧 我的另外两名队员就是三井和莫然的他们那个卧室 我们的队员不太喜欢睡上下腹 然后就是选择了一个大腹 让就两个人一起睡 2013年第三季联赛前 白沙组织队员在家里的老房子备战 他用自己的积蓄给队员发工资 开始尝试做俱乐部的经营者 他想用自己在行业内的名气和成绩 为退役之后做准备 把工作做成事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今年联赛 白沙率领的团队平均年龄最大 接近25岁 通常情况 电子经济运动员的巅峰状态在20岁左右 这个团队并不处于最好的状态 比赛的成绩就可以证明 常规赛最负一轮 白沙的团队不但要战手对手 还要寄希望于跟他们积分相同的IG战队输掉比赛 才能继扰四强 作为职业联赛中资格最老的运动员 白老板似乎希望通过更多的媒体曝光 为自己的俱乐部赢得关注 我现在这个俱乐部是我自己在承担 自己在运营 如果我不花时间不花心力去做这个的话 那我的俱乐部就夸掉了 在另外一间训练室 IG战队也在紧张的备战最后一轮常规赛 队长马哲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今年23岁 队伍由四名东北人和一名山东人组成 IG战队在今年联赛中的成绩也不好 常规赛最后一轮 他们将与白沙所在的战队争夺最后一个四强名人 马哲和白沙是职业比赛中的老对手 第一季联赛 白沙在决赛中战胜了马哲 到了第二季 马哲在半决赛中淘汰了白沙 带领自己的战队拿到了冠军 同一年的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IG俱乐部在中国区的比赛中战胜了白沙所在的战队 并且代表中国拿到了世界冠军的奖位 而白沙正是那场比赛的锦说嘉宾 2013年3月17号 常规赛最后一轮比赛开始 虽然这次两队不再正面交锋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残酷的二胜一 白沙和队友们率先出场 迎战今年联赛一直排名第一的AG俱乐部 早点我发现请了 那个青沙场面 因为是电视直播 所以要求所有队员在化妆之后才能比赛 马哲比平时提早来到化妆间准备 化好妆后 他和队友们就来到赛场 在观众席中关注着比赛的进场 最终白沙带领队员们战胜了 只需要完成比赛的AG俱乐部 为进入四强保留了理论上的一份希望 打得还行 但是四强的面不在自己手上 在别人手里 接下来的第二场 AG战队迎战常规赛排名垫底的零点俱乐部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这种实力悬殊的比赛很难爆出冷门 这会是白沙作为运动员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吗 他和队友们此时心怀忐忑 期待一次很难出现的奇迹 两个小时过后 场上的两支队伍很合理的结束了比赛 奇迹没有出现 AG战队赢了 白沙和他的队友们被淘汰 没能进入四强 这是白沙在职业联赛以来的最差战绩 也是白老板的第一次谢幕 第二天有重要的比赛 AG俱乐部的经理菲菲 带着队友们在饭店改善伙食 他们明天交对战勉强进入四强的 未免冠军 AG战队 今年的联赛 选手们都住在都委会租来的民宅里 方便训练和生活管理的统一 居住条件不算太好 但这也是职业电竞选手 都要面对的实际情况 谁最大呀 你猜 你感觉 看面前 我是 我不是 我是中间的 中间的 那个看的最小的又最大 91年最大 91年已经最大了 我们平均年龄是最小的 没有什么压力 你们就放开了去打 就吃封闭 今天当然看我马折了 一文加油 谢谢 今天 担了全体去按摩 他也是不放 现在按的三人 还有个疼 这场在上一届 冠亚军之间进行的半决赛 也被认为是提前到来的决赛 大批的电竞迷 花了一百块钱买门票 来现场观战 他们大多都是 未免冠军的拥护者 比赛开始之后 年轻的AG俱乐部气势逼人 完全将IG战队压制 原本一场势均力宜的比赛 却成了AG俱乐部的压倒性怒厚表演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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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出来 二级 二级 给我出来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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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出来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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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出来 比赛结束 AG进入到冠军决赛 IG战队亚飞 好